郑州市气象台2021年8月30日12时2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12小时内 郑州市区 孔邑 登峰 新阳 新密 新正 中楼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 请注意防范 防御指南2 学校 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 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 三 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 确保安全 四 检查城市 农田 鱼塘排水系统 做好排涝准备